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制 锻炼身体 保卫祖国 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你看这个 是我们建国初伟人提出来的口号 这个说的是多么好 我发展这个体育运动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 锻炼身体 保卫祖国 应那个时候的时代需要 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你说现在就不符合了吗 那当然前面呢 有的我们可以适当的调整 比赛俱进 但是经典 总归是经典 不能改 它的意义是不能动 所以我们 这个体育 最初 我们讲的一个德智体美 也是那个 但是现在 我们同样需要 你看现在人的体质 太差了 所以我们 身体 是基硬 是基础 一切东西 都是靠这个身体换来 就算你 用的是思想 动的是嘴 但是你什么都不动 你就用眼神 用眉毛 你是领导 你要想长久 这个身体 要跟得上 留着身体干什么 闹着面 喝谁的面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重要的事 医生短短几十年 就是把精力 用在对的人 是故事 可以说这个奥连匹克 还有他的精神 西方 好的地方 我们可以借鉴 可以跟他们文化相容 最终还是要回忆我们自己 这个身体跟得上 恋内在 不要怪强中根 你外面再好看 再看上去怎么样 那是给别人看 那是对不起自己 甚至说难听的 这些都是你的一个工具 这些人 做的这些事 都是为什么而做 那他有他的用啊 你说这些 做这些 他赚钱 当然了 这个实在物质 文明 你一点都没有 也是有点脱节了 怎么脱节呢 就是 大家都这样 你不这样 人家不跟你玩 反正过得去就好 你成家 找一个 那彼此 还行的就行 你就不要找那些 这些浮华呀 或者是吃喝玩乐 这些酒肉朋友 偶尔的 可以了解了解 适当的 过得去就好 还是 留着身体 做我们有益的事 有的钱 我们可以不赚 有的钱 不能赚 那人生 还是有的选 这一辈子 做什么 提升自我 这个体育 这段时间 我们会多讲几句 好吧 就怎么样 是好的体育 怎么样才好